上八點多大樓頂樓床外拍下 冒出一陣陣紅色火光 更有住戶拍下照片 頂樓冒出紅光 住戶以為失火擊打 已久沒想到居然變物爆 就是那個信號彈拍花 就是火煙 頂樓沒失火物爆火警 沒想到竟然是信號彈 警方到頂樓搜索 都沒有發現人影 調閱監視器一看 一名42歲男子 差不多時間走上樓梯 跑上頂樓 被懷疑是投射信號彈的人 找住戶當面詢問 但是他沒有開門 曾經有民眾把信號彈 當成煙火施放 紅光溫度破千度 如果墜落在容易起火的地方 恐怕尿出火警 而這名住戶爬上自家大樓頂樓 放信號彈 目前動機不明 無正當理由点燃信號彈 可採取三日以下居留 或三萬元以下罰款 信號彈是求救使用 但卻被拿來當成娛樂亂施放 不管這名男子動機是什麼 掀起一波混亂 違反社違法 遭警方送辦 這金獻忠高雄報導 我是陳俊根 從踩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我們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並且開啟小鈴鐺喔